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流传了千年的抗老方 出自药王孙思淼之手 如今也有中程药 可以治疗,肝肾亏虚 耳鸣腰酸,精力不济 大补一身精血 很多人年纪不大 但是身体却亏虚的厉害 腰酸腿软,头晕耳鸣,听力下降 整日没有精神,记力明显下降 上一秒的事情,下一秒就忘 牙齿也逐渐松动 甚至欲望减退,精力不足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苍老感 看上去明显比同龄人老得快 如果有以上情况 那就提示体内肝肾亏损,精血不足了 中医认为腰为肾之腑,开翘于二 肝主筋,膝盖为筋之腑 年纪越大,肝肾精血耗损越严重 所以精血不足的时候 就会出现耳鸣腰七酸软,走路弯腰驼背 出现早衰,因此想要抗衰老防止早衰 就应该补肝肾,易经血 那就要提到药王孙思苗的千年抗老方 此方主要有首屋、福林、当归、牛膝、兔丝子、不孤枝 等十二味药材配舞组成 其中构旗子、手屋不孤枝、牛膝和兔丝子 主要用来补肝肾、易经血、强筋骨 使我们经血充足、乌发亮丽 缓解腰酸不适、延缓衰老 福林和当归健脾易气活血补血 脾为后天之本 脾强健则可化生气血充氧四肢 同时福林还可沥水化湿 可防止滋补药太多产生湿逆 最后丧肾和黑芝麻 加强滋补肝肾、易经血的疗效 积血疼和川雄 加强活血、养血的疗效 并且川雄为血中气药 走串全身 使精血充盈四肢百害 现如今的七宝美颜丹 就是取了其中的七味药配偶而成 虽然效果没有原方显著 但同样可补肝肾、强筋骨 如果有早摔、头发早白的人 不妨尝试一下 但需注意用药前应先辨明自身情况 否则不要盲目服药